村庄公告 呆呆成为了村庄村长 望各位村民能够支持 委任状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呆呆竟然成为了村长 我不服 老大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师弟夫 怎么了 老大 我们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啊 哪里 快带我去看看 啊 这是谁干的 怎么会这样 师弟夫 快灭火 哎呀 怎么会这样 师弟夫 你看到是谁点燃的吗 老大 我 我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有火了 这个房子没有住人吧 老大 你放心吧 我检查过了 这个房子没有住人 那就好 那就好 没有村民受伤就行 这个房子 我们到时候修一修 还能放东西呢 哼哼 呆呆 你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我熊孩子吧 宝宝 宝宝 你在家吗 宝宝 哟 这不是新村长吗 找我什么事啊 宝宝 今天我们村 有一个房子着火了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所以你觉得 会是谁放的火呢 不可能无缘无故着火呀 大大 这 这 这着火 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村熊孩子 不是一直对你很有意见吗 你去问问他呗 对呀 我怎么忘了熊孩子呢 我去找找他去 果然是熊孩子 他在那里杀羊駝 难道 真的是他 史蒂夫 我查出来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熊孩子放的火 我还看到他 把羊駝上人的羊駝 都给杀死了 老大 要不把熊孩子给抓起来吧 史蒂夫 这样不行啊 熊孩子 没有犯过大的错 把他抓起来 可能 村民会有意见的 我们要另外想一个办法呀 老大 这 我有办法了